好 没错 稍早呢 这个地震是发生在早上的8点38分左右 我们画面上看到呢 其实很多人的家里还是蛮有感的 这个鱼缸的水啊 一直晃啊晃的 大家呢 又勾起了前一天这个地震的回忆了 而这个地震呢 发生的地点呢 其实是在花莲的长冰箱 它的深度还蛮浅的 是19.6公里 瑞士规模是5.3 而感受上比较大的呢 包括了在这个台东的长冰跟花莲的基齐啊 都是四级 另外比较靠近这个镇央的 包括像是南投啊 或是花莲的其他地方 云林 嘉义 彰化 苗栗跟台中呢 则都是三级 基本上中台湾是比较有感的 另外呢 包括了像是高雄啊 台南啊 北台湾 像是在这个新竹 在宜兰的部分呢 也都有两级的震度 像稍早的时候在台北内湖 我们办公室这边呢 刚一发生地震的时候 大家也都蛮有感的 特别在开会哦 大家也是一阵的小小的惊慌了一下 但是台北呢 震度大概是一级而已哦 可能是高楼层的民众是比较有感的 另外在大众运输的方面呢 包括了台北捷运 桃园捷运 另外高铁跟台铁的部分呢 目前其实还没有传出 有没有因为这个地震而必须要慢速巡轨或是等等的情形 稍后如果有更多相关的消息 我们会随时为您掌握主播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 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